我叫黄胸吴 也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 荷花雀 喜欢吃虫子 植物种子 我是不是很美呀 这些都是我的同伴 我们在这里觅食呢 黄胸吴 也就是荷花雀 属于小型名寝 成年后能长到15公分左右 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就是它的胸部 有亮黄色的羽毛 非常显眼 近年来 荷花雀数量急剧减少 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将其列为急危急 2021年 我国更将荷花雀升级为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19年 广州市自然观察协会 开始在广东省范围内 进行荷花雀月冬地调查 以往他们在广州区 只有迁徙季节过境记录 这次是首次被发现在广州月冬 主要分布在增城区珠村街的 四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 保护家园 一起参与 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 广州市自然观察协会的志愿者 一起为荷花雀护飞 一些比如鸟碗 或者是农药之类的 都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我们不仅仅在这里 我们在广州 就是设了很多个点 就是比如大吉沙 还有牧面村 我们只要观察到黄熊吴的话 我们会组织每个星期的互会活动 在现场 很多志愿者认真拿起宣传小册子阅读 并向过往的村民宣传鸟类知识 同时积极寻找荷花雀 如果发现有人想猎杀这个黄熊吴的话 就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发动一起来参加这种志愿者活动 对于小孩的成长 对于我自己的成长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去什么来的 对于小孩的 员 就这样 也就是了 生长 去什么来的 或者偶尔 也就是你 飞着